听故事贫历史,这里是历史映像机,我是宁哥 被世人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,童年其实相当坎坷 他的父亲义人本是秦国安国公的树出 后来还被送到赵国当了人质 由于秦赵两国经常发生摩擦 他在赵国的待遇并不是很好 甚至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直到遇见了珠宝商吕不韦 他的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在吕不韦的运作下 义人先是成为了安国公最宠爱的机械华阳夫人的义子 后来在华阳夫人的枕头封下 安国公更是将他立为了太子 有一次义人在吕不韦家中 看到了绝美而善舞的赵姬 惊为天人 便向吕不韦讨要到了赵姬 后来赵姬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正是因为义人曾经在赵国的经历颇为曲折 所以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 秦始皇的生父不是义人 而是吕不韦 那么这种